郭昌 人家說你是道德的長城 政治的完人 有些人家說你是 自由的燈塔 民主的環璞體 聽起來怪怪的 現在你的孫子孫子 驚孫子 都來參加這個活動 有時候你是正義的北極星 釋迦牟尼派出來佛法 也有人家說你是 亞蘇紀徒的最后信徒 過去 你想要做阿伯法務部長 做不成 你就變一個行走的喇叭聲 行走的五權憲法 行走的六法全書 過去 人家說你是 台大的英才 康乃娥的精英 邱毅德副制人 可是人家說 你也是醜用的門神 花蓮王的紙娃娃 十字國土的破壞者 停車場的主人 今天 你的人生來到五十幾歲 大家對你的進行 如淘淘江水 以後 希望你可以回頭示範 繼續叫台灣人民 騎做會 可以來迷補到你過去的一切 伊雄所求是主要所祈禱的名 另外一個版本是柯媽媽版 柯媽媽版 欸這國村人很乖 我教他經過幾六島民 如果我們問天也說 他是正義的北極星 你看他的面上 有像釋迦摩尼的左右附伐嗎 我們隔壁姓牙塑的 也還要看怎麼像牙塑的姓陀 你都沒有罩子上面 你都可以自己加料 你還有一種是連著佛金 道德的長城 真實的完整 只有得等他 民族的彷播體 正義的北極星 我覺得你的才藝有點太拖遠了 你才華太洋溢了 很多人傳記都有前伴 叫做伴前傳 前傳 前傳 郭聰 人家說你是道德的長城 政治的完人 有也有人家說你是 自由的燈塔 民族的彷播體 聽起來怪怪的 現在你的孫子孫子 驚孫子 都來參加這個活動 有時候你是正義的北極星 釋迦摩尼派出來佛法 也有人說你是亞蘇基督的最後進度 過去 你想要做阿伯法務部長做不成 你就變成一個行走的喇叭聲 行走的五權憲法 行走的六法全書 過去 人家說你是台大的英才 康乃娥的精英 邱毅德複製人 可是人家說你也是粗用的門神 花蓮王的錢娃娃 十字國土的破壞者 停車場的主人 今天 你的人生來到五十幾歲 大家對你的進行如透透江水 以後 希望你可以回頭試案 繼續叫台灣人民站著 可以來封捕到你過去的一切 以上所求是主要所祈禱的名 阿伯德複 感謝政策會執行長 今天代表到我們的家屬同學 以及支持太陽花運動的同學們 念出我們的沖詩的前傳 前傳 這是前傳 介紹他的前半身 我看到後面有寫到說 關鍵時刻不舉的男人 這是算後半身是不是 這算後半身嗎 舉手的時候不舉 關鍵時刻 也許上半身不是 你注意看黃國昌這道的投票 黃國昌這一次 所有衝突都沒有黃國昌 所有衝突都沒有黃國昌 他有去鎖門 沒有沒有 鎖門的心沒有衝突 靜態的 靜態的去鎖門 所有推來推去 你連民眾黨的邁逸針都有參考 沒有在第一線 因為他在直播俊俏的臉 直播的時候 旁邊國民黨都保護住 你要看他都靠在韓國的旁邊 國民黨大家都保護住 包括廖月山 幾個都保護住 保護住一段有去推輯的時候 他就米給韓國的後面 所以他算保護得很好 他算總指揮官 總指揮官不能被殲滅嘛 所以國民黨把他包起來 要衝突 他們的民眾黨會去倒衝突 所以你想賣玉珍介入 所以國民黨這道整軍在拚 中指揮 黃國昌 你前半身這樣黏得影響到你的形象 因為我看到網友有蠻多副手版的嘛 你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是柯媽媽版 柯媽媽版 國昌 國昌 很多人告訴我 說他是道德的長城 什麼政治的完人 什麼完人 這個我是比較不知道 要自由的燈塔 民主的環玻璃 這國昌人很乖 我叫他趕快去前面 如果我問天也說 他是正義的北極星 你看他的面相 有像釋迦摩尼的左右附伐 我們隔壁姓牙塑的 也還要看誰像牙塑的姓陀 你都沒有罩子上面 你都被自己加料 不是啦 這個文字很單調啦 不是 因為我在現場的時候 我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有一堆年輕人 然後他們就在現場就開始念經 你知道嗎 很有才 還有一種是念的佛經 道德的長城 真實的完人 自由的燈塔 民主的環玻璃 正義的北極星 我覺得你的才藝有點太多元了 你才華太洋裕了 因為我們今天請到就是說 你是517有去嗎 我517 524都有去 521咧 521也有去 也有 所以你已經三場了 那明天還要繼續嗎 明天我應該會在宜蘭參加 宜蘭在地發起的 我其實蠻想跟上王委員說的 其實這次很多團體都說 傅昆琦出來講說 國民黨說民進黨動員嘛 對啊 說什麼包吃包喝包玩 包玩啊 其實不是的 我們早上6點多就在那邊搭舞台 然後收完都凌晨4 5點了 其實江南排大家都是請假 有沒有根本沒有動員來的 然後524那天最大的有兩個舞台 一個是青島東路的舞台 一個是濟南路的舞台 坦白講 我好想承認說對 那些都是我們的 民進黨立刻掌握 那些都是我們的 坦白講 你們不知道 然後濟南路的舞台 是由地球公民基金會 你看你要讓什麼人來 你看國民黨 那些學生不是人可以讓人來 我補充一下 我先給大家看 因為我看到國民黨有試圖要PK 沒有 要PK 然後青島東他猜一判 我們黨中央說不要造成衝突 所以後來是因為有克制是不是 我們都要求不要動員 這個現場 因為我們有的協會想要出來 但我們說不要 很認真 因為有一台宣傳車 那個有一個挑戰是 他是台南的 然後有LTD 那個陳委員現在講說沒有 我們看到是你們立委的群組 每一區動員30個 那個指令一直下去 何者為真 何者為假 我無從判斷 就像你們說也不是你們動員 也無從判斷一樣 對 本來就不是我們動員 我們也沒有動員 你們在宣傳要動員 還派了兩台車去 我也不在意是誰動員 在場面熱 還派了兩台車去 我不在意誰動員 因為現場連10個人都沒有 怎麼可能動員 我來補充一下 國民黨說你們是動員的 有沒有動員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在場內沒有好好的把握機會 來向現場能說明 他們是說沒有討論 不是民族 但他們在裡面明明可以 又在審稿 你只給一個人講三分鐘 那我講這個 一堆人可以發言 你莫說人家發言 現在在審這句話講的不會了 5月17號是第一天 那那天有一天週休二日的時候 就是柯建民公開說 如果韓國瑜可以說出那四個字 他說休息寫傷的時候 他就可以原諒他所有的過錯 可以道歉什麼 這是柯建民公開說的 然後接著 就是隔天各個禮拜二 應該是21號之後 我們要21吧 我們要審的時候 早上 因為我在那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在 因為我看你進出外 我一直都在 那個韓國瑜就說休息協商 然後現在協商就請各黨團總召 去後面協商 結果我講完 我講完你在插嘴 你不要插嘴 然後柯建民講的是 這個會議休息休會 回頭協商 你那天早上講的是 韓國瑜說來啦 到他房間來協商 大家來協商 我還沒講完 你不要插嘴 這麼沒有素養 還不是又剛剛說我 來你聽到我講 你在講 然後就柯建 韓國瑜就說休息協商 結果柯總召就不去 他說他身體不舒服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他們那時候協商說 以前 我想以前我參與過的案子 以前 因為我以前也當過幹部 休息 比如說休息協商說 韓國瑜會說 院長 那時候是有期婚 會說 那這個案子每一個黨團派 三個 兩個 一個 幾個 大家講好 然後上去發言 發言結束以後 大家來做表決 真的是有這樣的事情 那那一天 第一個柯總召 他說他肚子痛沒去 然後他就也不願意協商 其實就是程序上 他不願意協商 委員會出去 會由委員會召委主持一次協商 那個通常是過場 過場之後 為什麼叫過場 來到院長主持的政黨協商 所以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我們把這程序運用完 對照這一次 你就會發現 審查選霸法 當時民黨過半 我們是一條一條給你討論 有不同的意見保留 然後保留完了 進到由院長主持的協商 大家還是可以表達意見 最後濃縮到那幾條 大家有爭議的 進到院會表決 這一次 不僅牽涉到立法院的職權 也牽涉人民的職權 牽涉到院際的互動 影響那麼大 委員會是怎麼樣 要發言就保留出委員會 發言保留的出委員會 不讓你講 到了黨團協商 說我們現在只討論程序 說明程序 不跟你逐條來討論 然後來到院會 以為可以講話了 又不給人家講話 所以我講 這都是很好的對照 現在的小朋友 跟我們不一樣 現在小朋友 原來他們在學校 有學二三讀的程序 不要以為人民都不知